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你给的爱是最好的 让我的心里暖暖的 我们说好了 以后要一起走 请乖乖交出你的心 和你所有的小秘密 我们的爱情 要抱起清澈透明 你给的爱是最好的 我一定好好保护着 我们说好了 一起幸福的过 你是我的Vitamin 你是我的Energy 我们要一起去找你 最佳情侣的默契 是水果肉 辛苦了 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 辛苦了 快 快叫服装师 服装师 这里臭死了 快把墨镜给我 来了来了 给 喂 你好 你说 任总 你堵到哪儿去了 那些高厘呆都堵到门口了 他们还说你再不还钱就要人命啊 毕胜啊 我啊 现在只是一时周转不灵 我可是国内十大制片人 非凡于乐的代表任性 我一定会卷土重来的 拿车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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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个给你吃 好的 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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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你 上次打电话的时候 我不是都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 怎么追到这儿来了真是的 上次不是没有看过剧本吗 国民女神 不不不 专业演员必须要看剧本才能决定的 是不是 实话告诉你 汤唯也在争取这个角色 怎么这么吵啊 快点走吧 好的 你得走吧 那那那 是我是我 当年带你出道的任性 你看看我 放开你这个 这是 这是 就几分钟啊 快走吧 这这这这 快走吧 你听我说 听我说 来来来往里走 这这这 给你五分钟 这个是这样 不久前呢 跟我们非凡一起合作的太阳电影公司 说只要能请到叶欢迎小姐 就一声令下全资投牌 欢迎啊 念在我们过去的情谊 就算给我点面子 你就看一下剧本吧 行了 够了 真是的 这个 这个角色真的很出彩 这角色不适合我 还没到五分钟吗 我说你们的表 是不是停了呀 禁句啊 停车 叶小姐 叶小姐 是你自己想要东山再起 但你也不能让我们家欢迎 演这种破剧本吧 我看你 还是自求多福 另找出路吧 把宅欢清再说 开车 叶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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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牌 我的军牌 军牌还我了 什么啊 一个香蜗老和臭臭的动物 我今天太累了 是啊 好好休息一下 哇 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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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生啊 你马上带着河头 来我这一趟 二十年前燃情岁月里的 布拉德皮特 竟然站在农田上 那个 放牛小哥 等一下 还要去卖牛呢 在这儿稍微等一会儿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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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哥 你快要踩到俺家小狗子儿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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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西城啊 不是跟你说过 你现在应该去集上卖顺心吗 为啥又把他给签回来了呢 那这位大哥是谁呀 他呀 他让俺去当演员 演员 我还没有准备好呢 我说这一上午啊 这眼皮子老是一直跳 怎么这么着急啊 俺回屋准备准备去啊 不是 他是让我去当演员 马上要带我进城呢 什么 西城啊 什么事啊 俺家西城这么乖 出什么事了 那 那个不是的 您家的儿子呢 天生就是一个当演员的好材料 在下呢 是国内数一数二的 娱乐公司的负责人 这是我的名片 爹 如果我进城当演员的话 那就不用卖顺心了 当演员能挣大钱 那你们也不用那么辛苦 天天干活 我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 对 卖牛的钱呢 就当是跟您家儿子 签约的订金了 所以那头牛就是顺心 按照您家儿子提的签约条件 继续留在家里养着就好了 太好了 西城啊 不用担心 爹 我一定会成功的 到时候 我把整块地都包下来给你们 之前顺心受了农场主不少气 将来 我一定要让顺心 在整个农场里撒鸭子跑 再见了 西城 好儿子 快走吧 快走吧 那 那我们 我们走了 再见啊 再见 去吧去吧 走 你跟着干吗去啊 你妈妈挺爽快啊 谁有八九是后妈妈 不是 妈是亲妈 爸是后爸 回去家里穷着接不开锅的时候 我妈怕我在外面受气 就把想尽办法划来的肉 偷偷放到我的饭桌里 我妈勒紧脱腰带把我饶这么大 现在我要走了 她都不流泪 我知道 这是我妈爱我 不想让我心里挂念 总说柳岸花名又一村 古人成不欺我也 这也是演艺圈第一次 在农田里挖出了大明星 我任兴那天 用一头牛的钱 故与将来即将闪下全亚洲的巨星 千月了 儿子 徹底 i know you 今天与大家见面的是著名女星叶欢迎 从没有任何私生活曝光 因此保持着绝对审议的形象 叶欢迎被粉丝们称之为冰美人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我常喝的那种牌子不是也给你看过了吗 你连商标都不认识吗 这烦死了 这是我从厕所水管里接的 我哪有钱买水啊 什么 没事喝了不会生病的 一个大男人哪那么多事啊 你们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他 你干活也有点眼色好不好 别老挡住我 我这排练哪 公司就算再怎么不景气 也不能随便捡这种乡下人回来啊 把这个给丢掉是吧 还有哪儿需要我整理的吗 还真是怂哪 快点弄干净 好样哪西城 想在演狱圈混 比起自尊心更重要的就是要有忍耐力 永剑你怎么就这么无理取闹啊 大家都是自己人 好好相处 我瞧一瞧 明天得去南洋州 南洋州 天天给老头老太的演出有什么意思啊 说好的让我去拍戏呢 这男一没有 那男二一也可以 永剑哪 你还没认清事实啊 你呢唱唱歌就得了 那演员啊 一生出来脸上就写着演员两个字 眼神就那么与众不同 是不是 是 那个导演可真是的 怎么可以在那么多人面前 说我没有多头剧本呢 这分明是在挑战我吗 欢迎啊 那个 现在这个倒不是个问题 明天刚接手的电影需要面试演员 你去一趟面试现场吧 我为什么要去那种 连光都不大的面试现场啊 之前那个电影的男主人公 不是说要通过面试挑选的吗 现在全国海选都已经结束了 最终是这两个人 但是导演说了 选出让你满意的人才能拍出好的作品 所以男主演要由你叶欢云亲自去挑选 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你说呢 真是烦死了烦死了 我现在是到了 要跟新人一起拍戏的地位了吗 那那那那都不是 但是你冷静下来想想 跟新人一起演对手戏 那你的眼睛不是更能偷出吗 是吧 所以啊 你明天到了现场 就只要坐在那里装装样子就好了 好吗 最后不要把我给惹齐了 快点回家吧 我要好好治愈一下 这个刁满的丫头真是 奶奶 那些小皮孩们 现在都已经回家了吧 能解除女演员压力的 就只有你一个了 小丑 小丑 小丑饺子 奶奶 小丑饺子呢 打包好了吗 小丑饺子呀 最后一个小丑饺子 是这个客人预约的 我说奶奶 不给我这个VIP 竟然给那个小屁孩儿 那个小孩儿 那个 你得把你那封让给我了 不要 我又不认识你 我干嘛要让给你这个阿姨 阿姨 喂 你就只知道玩游戏 是不是看早眼了 你 不认识叶欢迎吗 嗯 叶欢迎 这么大个腕 还稀罕几个破饺子 我呢 一般不会随便给人签名的 不过今天破例 拿签名换饺子怎么样 签名又不管宝 这个阿姨真是个怪咖 没救了没救了 真是被网友毁了的孩子 喂 奶奶 我上次存在这儿的 真上火 我 在我们家客人都是一样的 别再耍大牌了 我去送外卖 帮着砍着点铺子啊 我 奶奶 我 真是 连奶奶都看不起我了 哦 爽啊 那个 你要不要吃这个 你是谁啊 是奶奶的孙子吧 你是说 让我吃这个 不要就算了 从小爹娘就教育我 就算再小的东西 也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真是的 搭讪的方式 真是各种各样啊 今天真是诸事不宜啊 个个跟我犯创啊 从那个导演开始 游戏中毒的小孩 山泡式的年糕店的孙子 好爱呀 真的好爱呀 心情糟透的时候 就想起小时候吃的炒年糕 放了小丑饺子一起炒的 妈妈做的炒年糕 哦 姐啊 我们得换车了 换车 这车怎么晃得这么厉害啊 那个 进去 换车 我让你左转 左转 听到没有 难怪阿娘说 电视里都是假的 什么国民女神 我看 国民女神经还差不多 左转 停车 你给我听听听听 你这大叔 代价哪有开车 开得这么烂的 我不能给你代价飞啊 哎呦 真睡着 电死了 哎呦 真睡的 什么情况 怎么打不开门啊 这个破门 哦 开了开了 我要睡了 我要睡了 喂大叔 你干嘛抓我的手啊 你 你这个大叔 你想想我怎样啊 你知道这个有多贵吗 你知道吗 我爸爸 我爸爸 真的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而且还是个研究生 比我的文凭好多了 但工作却是清洁工 是不是很搞笑 但更搞笑的是我 既然挑来挑去 现在还没有工作 好 太好了 谢谢大家 这演技真可以啊 他就这水准 拿个岁家新人奖 应该没问题啊 这个 形象上差了点意思 算了算了 下去吧 没问题吧 下一个上场的 就到你了 放松 就像平时一样 这 这又不是校服 干嘛要天天穿啊 怎么不穿 我给你买的衣服 非要穿这身呢 知事啊 娘 我妈 省之俭用 给我买的线 一针一针 织好的衣服 今天是我第一次试镜 没有比这件衣服 更适合的了 也不知道 他昨天酒醒了没有 那个 第二个家伙 相当不错 尤其是眼神啊 很深情的 叫他进来 言锡城 请进场 你好 你好 我是新人演员 颜锡城 胃好疼啊 我到底是来当评审的 还是来看这种 乡下成人秀的 导演我得听到 什么时候呢 听不下去了 马上就结束了 那个 可以省略自我介绍了 做一些你准备的吧 好的 别紧张 别紧张 但是 想要更好的抒发感情 我需要有位女演员 来搭配我演一段对手戏 您的胃还好吗 你是奶奶的孙子吧 真是的 大神的方式真是各种各样 你如果问我 我犯了什么错 爱上了这个人 遇到了这个人 却又让这个人离去 是我犯的最大的错 我 该你了 怎么还不解词啊 你觉得演技是什么 导演摄影工作人员 在这样完整的专业团队里 演员该怎么自然地融合进去 就要靠演技了 还是先回去学习一下表演理论 再来吧 不就是家里有钱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自己演技也好不到哪里去 现在还来教别人啊 钱包 啊 这里 这些钱够你买十件这种 钩丝的衣服了 算我赔你的 在背后嚼舌根说我是靠有钱老爸 才当上演员的那些小人 没有一个是靠着自己的能力 爬上巅峰的 等到有一天 你能靠自己的实力 成为真正的演员 爬上巅峰 那个时候再说吧 欢迎啊 实在不好意思啊 她今天状态不太好 我们先走了 你就这样毁了一次 跟叶欢迎演对手戏的 大好机会 赶喝酒吧 但是 你准备的明明不是那些啊 刚才跟谁较劲呢 我演的第一部电影 不想跟那种 内心空洞的女人合作 老板 你说观众就好像在 各自的人生道路上 上下求索 演员呢 就像是充满水的水桶 偶尔给她们及时之雨 偶尔能让她们 忘记人生的艰辛 需要那样用心 走进观众心中 才是真正的演员 但你看那个花瓶女星 演起戏来 一副僵尸脸 根本就不走心呢 话是那么说 但叶欢迎可是当下最红的 一线大明星啊 不就是靠爹才当上明星的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以为自己是多么优秀的演员呢 西成啊 无论如何能装得让人喜欢 那也是他的本事啊 你不服也得服 反正 再找找别的剧组去试试吧 谢谢您相信我 从今天开始呢 我要换个思路 成为一夜爆红的新星 阎西成 估计还不太现实 还是踏踏实实 放低姿态 一步一步慢慢往上爬吧 干杯 你觉得演技是什么 等到有一天 你能靠自己的实力 成为真正的演员 爬上巅峰 到那时再说吧 真正的演员 我 那个 面试的时候见过的新人 新秀雪拔的内容 我要重新表演一次 雪拔都已经接受多长时间了 你说演就要演啊 马上让开 我不在乎雪拔的结果 我只想把我真正的实力 展示给你看 我为什么要看啊 我想得到你的认可 那天 你弄破的不仅仅是我的衣服 还有我阎西成的 努力和自尊心 真恶心 这种无入流的心 就很苦 疯了 你真的很哀眼 我告诉你 你这种行为是严重骚扰 再不消失的话 我就要报警了 是 你问我犯了什么罪 遇到你 爱你 却留下你一个人 就是我犯的罪 但是 但是我爱你生活一起 错过了就错过 也许一种解脱 如果你是我 你也会等到你 我 假如不 即便是不可一世的叶欢迎 也不能小看我 我们就在一说的巅峰再见吧 我一定会成功的 我一定会成功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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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明显了 太明显了 这嘴巴太刻意了 跟我现在的情况根本 根本就不符合 刚下飞机 就是要有 自然的 好 好 西城啊 我在你家门口 你出来一下 好 好 你看你 穿的什么呀 是谁把我们的男一号打扮成这样了 这头发是鸟巢吗 这是要孵蛋啊 刚才 你说什么 鸟巢吗 不不不 不是这句 你说 南一号 南一号 是 是说我吗 祝贺你 是你 你最终被选上了 哥 不 老板 我 我 我真的是这部电影的 是的 电影《飞向蓝天》的主演 颜西城 虽然 这不是什么大制作 但会是一个 很有意义的作品 咱们一步一步来 西城啊 一千万千万 五分钟前 第千万次的观众进去啦 首次电影就突破票房纪录 让全亚洲都爱上的演员 颜西城 已经到了后地毯 为了看颜西城 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 都聚集在这里 颜西城正在向自己的粉丝们 挥着手 那双自豪的手 就是稳稳地撑起 我国电影界的荣誉之手啊 据说她现在正在准备 进军好莱坞 好 现在走上红地毯呢 是国民女神叶欢迎 不愧是女神 优雅而美丽地走在红毯上 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为她尽情地欢呼吧 好 好像是YGK金勇剑董裁 时隔多年依然帅气不减 从明星组合成人 一跃成为大型娱乐公司 YGK的老总 堪称娱乐界的神话呀 据说金总最近 还成功步入了电影界 对了 当年叶欢迎和金勇剑 还是歌手的时期 曾经传过绯闻吧 对于他们今后的发展 还真是令人期待啊 对于他们今后的发展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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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我 有没有 雷贵松导演的新电影 你列入主演备选了 咱们说不定 会成为自己人 但我的心里 一直都有你 叶肚明天让你去公司一趟 怎么又换了个女的 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男人结婚 而且婚姻要保持三年 那我就承认你是真的长大了 并且把公司交给你 你得参加这次 节日特辑爱情故事 国际版 爱情故事 我有话要对你说 感受到了吗 但是我不太想家人 千万不得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